酸辣开胃汤做法既好喝还营养 茄子用开水烫一下 然后去皮再切成丁丁 黑木耳豆腐火腿肠金针菇 分别切成丝丝 锅中留热放葱花爆香 然后再下茄子炒出它的汁水 茄子的汁水全部出来之后 然后再加适量的开水 再把所有的丝丝全部倒进去 放盐、胡椒粉、生抽和橙醋调味 煮两分钟后 淋入水淀粉勾薄芡 最后再淋入鸡蛋液 搅拌均匀 滴两滴香油 再撒上一点香菜 就可以出锅了 营养还开胃 孩子们超爱喝